欢迎回来 科技网络神话除了创立脸书的祖克博 还有就是来自台湾的杨志远 被称为酋长的他 与合伙人大卫费洛一手创建雅虎 台湾耳熟能详的吉时通 雅虎知识搜寻都成为科技界的里程碑 不过新闻最聚焦要带你来看到 像是雅虎这样的网络科技公司 却在日前正式告别中国市场鲨雨而归 究竟是什么因素让雅虎选择退出中国 杨志远与马云两家科技公司 长达数年的利益牵扯 是否决定雅虎的未来 我们带您来看 2015年3月 震荡代表网络科技先驱指标的 纳斯达克指数攻上5000点大关 重回2000年最高指数之际 太平洋另一端的中国北京 雅虎研发中心则悄悄熄灯 生活因找到而快乐 熟悉的招牌广告声成为历史 中国雅虎网页自动导向新加坡雅虎网站 CEO马利亚梅尔退出中国市场的决定 震撼科技界 回顾15年前 一手创办雅虎的杨志远 恐怕也想象不到今天的情况 操作伊口流言英文 杨志远与合伙创办人 达魏费洛 推广自家网络产品 1996年 雅虎在美上市 杨志远27岁时 就已经成为亿万富翁 多项创新创意点子 雅虎以杨志远缔造网络科技神话 2000年伴随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化 杨志远开始为雅虎寻找更大的商机 恰恰透过早年认识的中国朋友马云 雅虎开始跟阿里巴巴 结下难分难舍的不解之缘 现在呢 我想请大家有热烈的掌声 欢迎杨志远先生 2005年 在杨志远的牵线下 雅虎大手笔投资阿里巴巴10亿美元 月合台币315亿元的天价 加上雅虎中国全部资产 取得阿里巴巴40%股权 而在四名董事中 股份远超集团主席马云 财务长蔡崇信 日本软银孙正义 一个比较电子商务重视的一个公司 变成真正的网络上的第一名 这个是我们的期望 我想它也是马云的期望 杨志远将中国业务交给阿里巴巴 期望打造另一个网络帝国 不过现实是 雅虎在中国的业务却始终推展不开 与此同时 杨志远任内的雅虎 又爆出一场科技业重大丑闻 2004年雅虎擅自将 中国信箱使用者的个人资讯 交由中共当局 致使包括石头在内的多位维权人士 遭到拘捕判刑 2007年在美国训证会上 时任CEO的杨志远 面对各方压力 却只表达歉意 拒绝承诺不泄露用户资料 遭到踏罚 尽管因为讨好中共高压维稳政策 雅虎并没有迎来市场成长 尤其泄漏客户资料的处置手段 反成科技界污点 内外交迫 本业营收惨单 董事会质疑杨志远的声浪私企 2008年杨志远拒绝 微软公司的巨额收购 雅虎股价瞬间暴跌 同年杨志远辞去雅虎CEO的职务 2012年1月 辞去雅虎董事 正式离开一手创办的雅虎 告别杨志远之后 雅虎吉利斯所在起之道 2012年7月 雅虎重金挖角曾经任职 Google副总台的玛丽莎梅尔 重新整顿公司业务 除了逐步太若流强 更看坏重重政治压力下的中国市场 雅虎相关业务一一撤出 就在公司摆脱杨志远隐隐的同时 无法回避的阿里巴巴因素 却也席卷而来 2014年9月 阿里巴巴在美上市 虽然顺势带动雅虎股价 重回40到50元的关卡 但本业绩效却未见起色的同时 雅虎已经在思考未来方向 他当初会从8.90涨到50块 最主要还是因为阿里巴巴挂牌 这个利益存在 那他现在已经处理掉了 这一部分的股票 对不对 阿里巴巴这一部分的股票 那剩下的这一部分 他就完全要看阿里巴巴的 股价的涨跌了 他现在没有主动权 他现在主动权是掌控在阿里巴巴手上 就怕公司命运掌握在他人手里 阿里巴巴股票上市当天 雅虎一口气大卖1.217亿手中持股 比率从22.40%下降到16.3%的持股比例 但要兼顾公司发展与股东权益的同时 摆在雅虎面前的选择 竟是异常困难 第一个他要不要出脱 那第二个呢什么时候出脱 对不对 那如果我是他的话 我如果说真的我不想被阿里巴巴 牵着鼻子走的话 我现在就出脱 现在除了阿里巴巴的股份 对雅虎来说是获利最多的之外 其实雅虎还没有很明显的找到 另外一块重要的发展主軸 所以对雅虎来说的话 新任CEO要怎么的去改造雅虎 我觉得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选择与杨志远不同道路 玛丽莎没有今年三月份关闭在中国的最后据点 结束十五年中国梦 集团剩下百分之十五点四阿里巴巴股份 也全数从公司剥离 后杨志远时代的雅虎 选择决地在一起 能否重回荣耀还很难说 或许就看雅虎是否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向 是否能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向